华灯初上 屋檐上的彩灯将整个花灯会照得透亮 李泽妍的视线望向人潮尽头 女孩的身影刚刚消失在那附近 她眺望了很久 似乎在害怕自己会忘记什么 最终 她只是沉沉地叹了口气 气息煞然化作轻盈的白雾 掩盖着她眼角不易察觉的犹豫 与Zero达成协议所争取而来的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在这两个月之间 她做了一切能够想到的事 给华瑞制定了长久的战略规划 将斯文涅交托给了蔡老先生 一切似乎都安排妥当 除了她 李泽妍垂眸看了眼万上的手表 指针被巧然推进到下个刻度 沉默地宣告着 即将到来的时间 她正了正 往前踏出半步 却又顿在了汹涌的人潮前 她对此毫不知情 目前看来 或许并不是件坏事 黑色的漩涡如期而至 时空扭曲的感觉 瞬间将其包裹 她侧身静静看着 漩涡后 是她所将要面对的道路 对于未知 没有人可以做到毫不动摇 可李泽妍并没有任何犹豫 甚至在那股吸引力到来前 便靠了过去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这是她心底暗自许下的承诺 李泽妍再次睁眼后 无尽的白色沙漠 在她的视野里铺满 占据了天空下的所有色彩 这下你可算老实了 热烈的骄阳 照射在沙丘的顶端 一个穿着古怪的小男孩 正在俯瞰着她 李泽妍蹙了蹙眉 看像朝自己挥了挥手的小男孩 似乎曾经在哪里见过她 接下来你就在这待着吧 反正你可是有超多的时间的 没有给李泽妍询问的机会 眨眼间白色的沙丘上 便空无一人 李泽妍看了看 远处扬起的沙尘 陷入了短暂的思考 从对方口中得到的信息 比预计中少得多 她并没有停步太久 转身朝着远处走去 那里是附近最高的沙丘 攀登上世界的高点 往往是一条了解全貌的捷径 她曾经无数次体会过这种感觉 即便她心里清楚地明白 可能并不存在出口这种东西 就像不会有人把枷锁的钥匙 留在囚笼之中 可李泽妍知道自己必须回去 是为了她自己 也是为了和她的承诺 她清楚地明白女孩的性格 李泽妍并不想让自己成为她涉嫌的理由 李泽妍抬脚踩在沙丘之下 松软的沙子瞬间将她的小腿陷握 可她只是稍微顿了顿身子 另一只脚便以相同的步调踩上了沙丘 只是这次更小心了些 现在的她 没空理睬这些无关痛痒的小事 处在视线顶端的沙丘 是她此刻唯一的方向 而当这个目标达成时 李泽妍的掌心也早已被封杀侵略 可她却不自觉地促起了眉间 明亮的瞳孔中 仿佛倒映着某种不知可否的事实 地平线的远端 依旧是无尽的白色 在沙漠中 有几样东西很容易失去 水分 距离感 和对于时间的概念 李泽妍很清楚这点 特别是身处荒芜的沙漠 失去时间的概念 会让人陷入到一种 空虚的泥脑之中 宛若陷落在心灵上的流沙 她只能在心里默默记下 时间流逝的感觉 这是她对抗 名为死记的方式 可即便如此 她的意识 还是本能地开始模糊 时间 逐渐成为一个足够遥远的名词 滚烫的沙力 在她的身上留下灼痕 刺骨的痛楚 也开始变得麻木 可李泽妍未曾想过放弃 毕竟在没有时间的世界 连死亡都不被允许 这里仿佛一个永无止境的囚龙 将她死死地禁锢其中 就这样 不断重复了许久之后 李泽妍得出了两个 显而易见的结论 其一是 这个世界不只有沙子 还有很多样式奇怪的物品 有古旧的收音机 锋利的宝剑 随手丢弃的空水杯 他们静静地埋藏在沙力之间 宛若被人遗弃在此的垃圾 她看了看自己陷在沙子中的脚 在这个空间里 自己的待遇也和他们差不多 强烈的风沙从远处吹来 在早已干涸的唇角上 滑下淡淡的血痕 李泽妍侧目看向身后的漩涡 那是她第二个发现 她并不清楚 那是什么时候所形成的 也不知道她所代表的含义 可直觉告诉她 不能被这股漩涡追上 否则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事 娇阳照射着李泽妍的面旁 流淌的汗水 已经不知道第几次 浸透了她的衣衫 她的脚尖从炙热的沙子里 猛地抬起 却又重重地陷落到 更深的沙力中 即便每一步都耗费了 全部的力气 可她还是不断向前 前往下一座沙丘 寻找离开的可能性 时间的丈量 在此刻失去了尺度 她的脚印 不论陷得多深 也终究会在风沙的掩盖下 变得毫无踪迹 猎日继续稍灼着 她的步伐逐渐变得缓慢 额头不断滴垂的汗水 模糊了她的视线 层叠的回忆 像是万花筒般映射在她面前 里面时不时会闪过 和女孩在一起的点滴回忆 却又转瞬即逝 她用身体上的痛苦 来提醒自己 眼前的一切 只不过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又是一座沙丘 她再度爬上了顶峰 远处的景色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是茫茫的白色 她默默地望向天空 身体仿佛被某种力量所定格 她脑海里浮现出一句话 比起刹那 永恒才是计划的最大敌人 可这场长远的失败 也注定将由长远的方式去解决 李泽言感觉 长久以来的意志力 在不可控地悄然消散 伴随着汗水模糊着她的视线 她做了个深呼吸 打算短暂地休息一下 尝试着让自己恢复一点体力 这是她第一次停下自己的脚步 然后 她后悔了 等她再度醒来时 天空中悬挂着的 是她无比熟悉的炼雨式的景色 她的喉头微微颤动着 浑身的撕裂感 让她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 只能静静选择望着天空 即便她清楚地明白 真实与幻觉之间的区别 即便她明白那是一抹 不值得留恋的光亮 她还是忍不住驻足 虽然只有一瞬 李泽颜不禁自嘲起来 自己竟然会因为这种事分身 可眼前的风景 终究让她的心里留下难以忘却的痕迹 而那道缝隙的尽头 是她的模样 刹那间 过往的时光 从她的脑海里逐渐退去 宛若被风干的沙丘 女孩的身影 仍不断在她的脑海里出现 清晰而又模糊 与此同时 出现在她脑海里的还有另一个问题 她 是谁 当女孩提出要趁着休息的时候 给她买点东西 她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她不知道这份自然而然的接受 因何而生 好像一切本就该如此 女孩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妍妍 即使接受的时候有些无奈 但比起 审秘人这样奇奇怪怪的称呼 妍妍听起来 总是好听点 何况 这个称呼让她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她之前并不觉得自己需要些什么 毕竟在她的记忆里 从来没出现过拥有的概念 可回想着女孩乐此不疲地 给自己起外号 介绍这座城市的行为 她并不反感 反而因为女孩食而果敢 且充满想象力的举动 让她忍不住更加关注 这位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人 她摇了摇头 透过商店的窗户 瞥见女孩忙碌的身影 牙刷 睡衣 甚至连袜子和剃须刀都不放过 把手里的购物栏塞得满满的 她的嘴角微微上扬起弧度 似乎只是看着她 便有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从心底翻涌而起 连她自己都弄不清原因 这个女孩似乎总是这么神奇 神奇地把自己从那个地方带出来 神奇地让自己重新拥有了生活 她回头环视着周围 斑驳的枝头正冒出脆绿色的嫩芽 周围满是形色匆匆的人群 哒 哒 忽然 轻亮的足球声拉走了她的注意 那是个很小的男孩 看上去似乎刚刚上小学的年纪 男孩努力摆动着脚下的足球 可稚嫩的脚法 让她对于脚弓的控制还相对生疏 继续这么发力 下一脚 球跋成会飞出去 她下意识给出了这样的判断 果然 男孩在脚尖点到皮球的一瞬 用力过猛地拉摆 让她的身体出现了不自然的失衡 原本被控制的足球 在这次触碰后 在空中划过一道遥远的弧线 朝着马路中间静直飞了过去 啊 我的球 面对向着马路中央飞去的足球 男孩只能张大嘴 眼睁睁看着他远离自己 停下这种球对自己来说 或许没什么难度 脑海里猛然闪过这样一个想法 随后身体如条件反射般动了起来 一个利落的胸前停球 随后大腿轻盈地起落 足球被稳稳地控在了他的脚下 给你 他轻轻将球递了回去 可小男孩接过球后 只是一愣 哇 我居然踢出了会拐弯的球 太厉害了 我得让大家都看看 男孩兴奋地抱着球跑开了 而他只是站在原地 朝着小男孩跑走的方向 看了过去 那是一个小小的公园 有鞦韆 翘翘板 滑滑梯 还有一个堆满小孩子的沙坑 小小的身影簇拥在沙坑里 用自己的铲子和想象力 铸成一个个样式各异的沙堆 他不由地动起了脚步 朝沙坑走去 说不清为什么 只当是遵从着某种下意识的判断 他蹲下身子 从沙坑里攥起一把细沙 坚硬细密的颗粒感 从他的指缝间缓缓落下 在空中形成一道微小的沙铺 就这样垂眸静静地看着 直到眼底细沙的倒影 让他有些意外地出神 从某种意义上 他的世界曾经只有无尽的沙子 和那虚无缥缈的目标 他已习惯了沉默 习惯了用行动去面对将来的一切 从未想过停下 但此刻 他第一次生起了停下的冲动 就像是奔涌的时间 突然出现了一丝微小的凝固 忽然 女孩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 像是被轻轻拨动的齿轮 把她的时间往前用力推了一步 这一切是那么熟悉 好像曾经在她身上发生过似的 可她明明从未经历过这些才对 但这份如同潮水般袭来的触感 还是让她在此刻拥有了一样 她从未有过的东西 回忆 无数闪烁的心芒在地面流淌 巨大表盘下摆着两张凳子 不知是会见客人的礼仪 还是在进行某种审讯 这是那个名为Zero的男人 带自己来的地方 李泽言 我想我们有一段时间 没有这样交谈了 李泽言 她默默地念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 陷入了突如其来的沉思 虽然有关这些疑问 自己还没有寻找到答案的痕迹 可这些都不重要 线索已经摆在她的面前了 似乎是看出了李泽言眼中的戒备 Zero试图转移这话题 你看起来似乎比上一次见面 要谨慎得多 是吗 不过比起谨慎 我还从你眼神里看到了 另一样东西 未知 沉闷的空气在房间里回荡着 两个人对视的目光 似乎都充斥着某种试探 Zero继续着自己的问题 她仿佛并不打算给李泽言 太多思考的时间 希望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易 面对Zero的问题 李泽言并不准备隐瞒 她微微摆正了姿态 目光中并没有任何闪躲的神色 你应该清楚 目前的我并不知道 你口中的交易是什么 在Zero试探与审判的目光中 李泽言从中看到了肯定 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短暂拉锯的沉默中 Zero抬起了眼眸 只是目光比刚才更锋利些 但这没有影响 她顿了顿 对于时空管理局来说 有李泽言这个存在 就足矣 既然你能使用EVO 便不会影响计划的正常推进 李泽言始终没有回避Zero的目光 她很清楚 对方所抬露的这些 无非是想让自己知道的事罢了 而那些刻意隐瞒的 才是关键 无论如何 她都必须从话题上 找到一些突破点 脑海里却猛然闪过女孩 看到Zero时 那一刹那的惊讶 她也认识这个人吗 这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 被她紧紧抓住 并产生了一个想法 自己的存在 很可能与炼羽士有关 李泽言思索片刻 脑海里已经想到了 接下来的策略 说说看你口中的交易 利用你的能力 填补时间的放隙 我答应你 李泽言的突如其来的反应 让Zero冷不定地惊讶起来 但我也有我的条件 李泽言站直了身子 朝着门口望了过去 她在赌 赌Zero并不敢让自己离开这里 赌自己在这笔交易中的重要性 而她赌赢了 像是被李泽言牢牢抓住了命门 Zero的表情逐渐沉了下来 你想要知道什么 那就要看你拿什么来交换 李泽言侧目看向Zero 再次坐回Zero对面的位置 扬起了头 我想知道 有关于我的一切 寂静的走廊上 空旷的像是用肉眼去观测 无尽的深空 除了遥远宇宙的黑暗之外 什么都看不到 清朗的脚步从远处传来 如同遥远星空所垂下的一丝光点 李泽言在时空管理局的大门口站定 身后的大门静静地打开 记住 不要尝试用你的能力去洞悉时间 毕竟你的存在本身就已经错位了 起码目前看来是如此 李泽言垂谋 事已默认 脚步已向前迈去 自己在这儿 已经耽误太长时间了 虽然在时空管理局的这段时间 自己总算找到了一些 寻找自我的端倪 但这远远不够 他从没有忘记 在无序空间中的一切 他的脑海里 仍旧回荡着那个声音 向前走 然后去找他 女孩的模样 再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不清楚这是某种暗示 还是只是自己想法 所留下的残影 但无论如何 他已经明确了 自己接下来的方向 炼羽室 当李泽言再次回到炼羽室时 他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 人群从他身边匆匆掠过 和之前一样 没有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他向前踏出一步 汇入人流 朝着自己准备好的方向走着 多亏了当初女孩的喋喋不休 给他留下了足够的线索 下一站 炼羽室中心 李泽言默默站在原地 不漏过任何一个过往的人影 日夜交替之间 女孩并没有到来 他胆了胆被威鱼打势的肩头 朝着下一个目的地走去 炼羽室并不大 起码没有自己所走过的沙漠大 中心医院内的花园 远处的天桥下的夕阳 公园内一次又一次升起的星空 这些都是女孩所提到的地方 可李泽言依旧没有探寻到他的身影 他总是想起他的叽叽喳喳 想起他给自己介绍 这些地方的兴奋模样 吵着闹着 让自己全部体验一番 说话的时候 眼里满意着星星点点 李泽言的嘴角忍不住上扬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记忆 被他无一错漏地记了下来 而他也由此确认了 自己下一个目标 那是立于远处的高大建筑 华瑞集团 他轻声念出眼前的标识 想起女孩曾说起 与这家公司的联系 这句看似缥缈的提示 如今却有了确切的重量 去这里 应该就能见到他 李泽言向前踏出了这一步 远离了身后喧嚣的人群 哒哒哒 他的耳边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与大厅里其他气定神仙的人不同 李泽言下意识抬起头 恍惚间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被暂停的时间 在这一刻向前流动了起来